小朋友,大家好,我是Zero 又是一個月一次跟大家說說我公司有什麼新遊戲的時候 開場白就不說太多,直接就開始介紹吧 反而,可以反應熱烈一點留言 如果多人留言的話,我教公司今個月送一隻微信給大家 我相信在大中華地區的玩家 都應該沒有聽過仙劍騎入轉這個名字 而在2015年電腦上推出的新一集,仙劍騎入轉6 亦都剛剛在4月3日在PS4上登錄 要數在PS4上玩到富有中國武俠味道的遊戲 真的一隻手都數得了 再加上仙劍這個名字,各位武俠迷真的不能錯過 仙劍6其實不只是奇幻武俠RPG那麼簡單 今集就用了全新的遊戲引擎 畫面比起以前真的漂亮了很多 劇情動畫和戰鬥之間已經做到無同的轉換 戰鬥系統都有新的元素 例如是可以選擇回合制或即時制進行戰鬥 當然也會有技能和陣營不同的東西 今集的故事就是主角月金潮和月奇 為了某樣不見的東西來到西域古城 然後無尼拉威將一個秘密再道公諸於世 亦都是那些太古沉睡的巨修出來 究竟整件事誰搞出來,誰才是真正的幕後切焗人 那就要看故事時慢慢找 故事好不妨就讓你自己看完慢慢評論 但不少人都覺得是仙劍系列的其中一個不錯的故事 之前還得到第七屆中國優秀遊戲製作人大賞的 最佳遊戲關卡設計獎勇勝獎 2015年還得到Gamestar遊戲之星的國產單機遊戲金獎 如果是喜歡這類武俠類型的傳統東西 那就要試一試吧 末日之戰 World Warsat 一定是今個月的重頭作品 無論你喜不喜歡喪屍這類題材,這遊戲都一定不能錯過 為甚麼?因為太紅了 相信大家都不會不認識末日之戰這套電影 這套由美女北比特主演以大量喪屍出現為大賣點的電影 是派拉蒙電影公司其中一套在全球大旺收場的3A級大製作 電影中運用到的特技在當時令不少觀眾目定口呆 現在這遊戲是改編至這套電影 它是一款類似Lad for Dead玩法的喪屍第一身射擊遊戲 遊戲為了可以重現電影中一波又一波排山倒海而來的喪屍攻擊 用上全新的Swarm Engine 遊戲引擎去驅動 令到這些著名的場面都可以在遊戲中重現 作為一隻四人合作的射擊遊戲,末日之戰設 最特別之處就是它一個叫做PVPVZ系統 這個模式中,玩家會在遊戲中和其他朋友組成隊伍 不單要與另一隊團隊對戰之餘,由AI操縱的喪屍 亦會向這兩隊人類團隊進行無差別的攻擊 同時應付玩家和AI的夾攻,聽起來已經足夠刺激了 除了這個PVPVZ模式之外 遊戲還有一個要玩家爭奪地圖之餘以贏勝利的十方劫力模式 為了守護疫苗而戰的疫苗爭奪模式 還有思潮聚死模式,思潮統治模式和山幽之王模式 我簡直說是佔地搶棋和對戰之類的 這麼多種玩法,總有一款適合你 《波西亞時光》這遊戲在今個月推出 它的發行箱是Tm17 就這樣說名字,可能你會不知道是什麼 但如果跟你說它就是Overcooked的發行箱 會不會令你對這遊戲大興趣一點? 其實早前這遊戲已經在Steam上推出了 推出後是一面倒地獲得極高的評價 這隻集RPG和城市經營了一生的作品 配合很有趣的人設和美術風格 其實也挺多玩的 遊戲就是你作為前一次大戰,倖存下來的一個人 在《波西亞小鎮》上繼承了爸爸留下的工作坊 和一堆的設計手稿 你就需要依靠工作坊和設計圖中記錄的技術 通過完成訂單、種植、自養動物和和村民互動之類 從而令爸爸疏於照料的工作坊 恢復昔日的輝煌之外 還可以將《波西亞小鎮》進化成一個繁榮富足的人間樂土 對模擬經營類的遊戲有興趣的朋友 這隻就可以重點留意一下 經常說女人的眼淚很厲害 那麼一滴眼淚是否真的可以扭轉戰局呢? 《痛哭之聲》正正是一款以眼淚為主題的動作戰鬥RPG 遊戲講述主角少女玲和妹妹未來 被困在死後世界邊獄中 為了回到原來的世界四處徘徊 但因為一次的意外,在零使用覺醒了的異能力戰鬥時 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能力而親手殺了自己的妹妹 正當零陷入絕望時,惡魔出現在她面前 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獵薩飄破在死後世界的靈魂 獻上在痛苦盡頭留下的淚水 就可以令死去的未來復活 所以為了令妹妹重生,零就和我摩迪傑了這個契約 踏上了這個戰鬥舞台 在遊戲戰鬥時,無論進行攻擊或受傷 都會慢慢填滿眼淚亮表 這個表存滿時就可以令角色進入覺醒的狀態 就可以召喚出角色理念具體化的守護者 他會進行連續攻擊、自動反擊或防禦功能等等 遊戲的劇本由狗尼直樹負責 他就是卡安和溫光輝的季節編劇 插畫方面,著名插畫師尚田一都有份參與 絕對適合喜歡日式RPG口味的朋友 相信很多人都會想養貓貓狗狗 但可能基於種種原因而實行不到 不如試試將心意轉到今個月出的小伙伴狗狗和貓貓 這款在Switch登場的遊戲,其實是一款育成遊戲 遊戲中有六種貓和狗 當中還有不同的模式、花紋、性格 當然還有性別 加起來有超過三百隻不同的小朋友等著大家 讓大家選擇三隻來養 說明是養草物 餵食、清潔等基本事當然要做 大家亦可以幫助小朋友配搭不同的服飾 還可以幫助他們生活的地方加上一個特別 有趣的傢伙和擺設 讓他們可以開心地玩 當然,你和這些小朋友的互動才是最重要的 餵食就是基本 要支援觸碰,讓你感覺到好像摸他一樣 另外還可以有些玩具來與他們玩 和他們一起看風景或者散步和拍照 透過各種活動來提高親密度以後 這些小朋友會展現出更多不一樣的表情 很猛的 這遊戲還有另一個特別的功能 可以跟Twitter或Facebook作為連動 你可以把跟小朋友拍的相片和影片 透過主機上傳到Twitter或Facebook展示和炎耀 充滿愛心的你,記得留意一下吧 如果你喜歡玩經營模擬類的遊戲 大廈管理員建築師版 將會是一款不可以不玩的遊戲 其實早前在PS4推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已經玩得上癮 而今次還要在任天堂Split推出 出門都可以繼續你的建設大頁 它是一款有關摩天大樓建築和管理的模擬經營遊戲 作為建築師和開發商的你 你的職責就是要建造一個舉世文明的摩天大樓 讓它成為整座城市都羨慕的藝術和工程傑作 只不過摩天大樓就不只是鋼筋和玻璃 其實整棟大廈還可以有不同的生態系統 由餐廳、辦公室、領袖店到公園住宅都有 如何建設和平衡就由你去決定 如果管理不善的話,租客就會隨便搬走 究竟是減價、加價還是多些水電煤呢? 這就要等你們玩的時候慢慢發掘一下 剛才說的是4月GSC精選的遊戲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官網或Facebook page 再問我們相關資訊 我們的小篇拉比會很樂意解答你的問題 至於5月有什麼新好玩? 下個月我再告訴你 記得要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個月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